恒大把球控制住 你看对方现在压前场 压得多狠 对 这是六个人吧 七个人过半场 只要是艾尔克森把球控制住 然后就有机会 因为对方还得拼命地回防 来 荣耗 这是新翔 这个转移 很清楚 很清楚 摆脱 漂亮 把球传好 门前有多点 要玩戏话 转移 这一段运转的 有点 突然的感觉了吧 刚回来 这感觉刚找到 张丁鹏少带一点 少带一点 再转移 门将 这也可以 他这段你别说还真是打法挺舒缓的 他真敢往上顶 是啊 他4141现在 六十枪打身后 好的 判案不冒险做威胁春秋 首先先不丢球 因为相对来讲体能可能不如对手 所以这时候要中前场不断地串联 不丢球 有机会 塞一下 说实话 这也要求队员思想的高度提高 古国打门 85分钟 迪亚曼迪 就这么简单 来了 只要倒一倒有机会 倒一倒有机会之后 迪亚曼迪有空间施展个人技术 这是大师的标准 有点巴斯罗纳的意思 迪亚曼迪 其实跟第三个剧球有点像 第三个剧球突然是打到身后 这边迪亚曼迪 还是个人能力 过一个人以后 左脚抬脚就打 而且是外脚被弹射 你看 最合理的一个射门方式 外脚被弹射 小有科半 但不受理想 但你看他外脚背以后 他还有点抽 他是往下坠的挺快 再看一下这球 你看 你说是脚尖也行 你说是脚背也行 你看这个球的旋转 它实际上是前后旋转 不是左右旋转 这抽的劲儿挺 这劲儿还不好踢出来 这一段运转的 有点 刚回来 这感觉刚找到 张丁鹏少带一点 少带一点 再转移 门将 这也可以 他这 吃大了 可以 敲给龙号 这段 不冒险做 威胁穿球 首先先不丢球 碰住 因为相对来讲 体能可能不如对手 所以这时候 要中前场 不断地串联 不丢球 有机会 塞一下 是 横大把球控制住 你看对方现在压前场 压得多狠 对 这是六个人 七个人过半场 只要是二哥森把球控制住 然后就有机会 对 因为对方呢 还得拼命地回防 来 荣耗 这是清祥 这个转移 很清楚 很清楚 摆脱 漂亮 把球传好 门前有多点 要玩戏话 转移 一会儿 你别说还真是 打法挺舒缓的 他真敢往上顶 是啊 他四一四一四一现在 六十枪打身后 好的 挺好 因为挺好 地亚曼蒂 漂亮 很难 现在已经连续控制住 二十多点了 说实话 这要求队员 思想的高度 挺高的 古国 打门 85分钟 地亚曼蒂 没开而入 就这么简单 来了 来了 只要倒一倒 有机会 倒一倒 有机会之后 第二半地 有空间施展个人技术 这是